我不管你浴室的知识 浴室知识应该为了委屈 你现在是我常态的律师 而且主任你跟我说 我律师应该有底线 你给我闭嘴 果然认真工作的男人 最有魅的啊 你记得洗一下再吃 洗了 纯净水都泡过了 黄主任交给我的 怎么 给我吸引了 有点吧 才有点 那我得加倍努力吧 看来黄主任挺器重的 黄主任啊 就是那种世无巨细的领导 比较年轻 别什么家子 挺好的 我又去找了十好酒店的负责人了 上上下下都问了 可竟非常同意 宁可赔部位约金 也不再和明堂合作 所以肯定是十好酒店 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合作 估计是有下架的 不过你说谁这么缺德啊 抢暗员 再等两天吧 到时候再看看怎么操作啊 就是对小玉我挺会就 是我不好 不是不是 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当时你说那个楼那么高 万一真的要跳下去 我心里一辈子都会有 都过去了 嗯 小玉 哦 学律师 谢谢你啊 学律师 今天怎么样了 好多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好了啊 尽管说 好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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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你肯定会还给你个清白的 确实 好了好了好了 语律师 语律师 嗯 语律师 嗯 语律师 嗯 语律师 语律师 好 小玉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身体外伤方面没什么大碍 你也知道 她患的是严重的阴郁症 以及情感依赖障碍 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呢 情绪非常不好 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呢 我们给她开了药 但是药物治疗只是一方面 像这类病人哪 更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 和心理疏导了 明白 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 能不能联系到她的家人吧 我们试着让她联系家里人 但是她坚决不同意 她说如果家里人知道了 肯定会责骂她 我们也很明难 你有时间 就多陪陪她 开刀开刀了 好 谢谢 睡 小玉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 医生说她得了中毒抑郁症 或情感依赖障碍 十号酒店太孙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 是成太干的 怎么可能 我之前是小玉的代理律师啊 你们代理小玉的案子 已经结案了 而且这几天 明堂收到了几家重要客户的 解约申请 其中就有十号酒店 紧接着呢 小玉就出事了 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好 那你说我们律所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那你就要去问黄耀庆了 我说啊 要做 也只有可能是 孙周伟这个王八蛋做的 我知道 这么说你上次不太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黄耀庆 指使的孙周伟呢 你也不太担心了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我 明天就去申请 再次败理小玉的案子 再等会儿 走啊 我本来也就想过 在案员上拦截明堂的话 可能 我在明园的案件 我一会儿再过来 宋秋 来 进来 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是这样的 主任 我的委托人小玉 就是之前 试好酒店侵权那个案子 现在因为酒店 违背协议内容 我想要做集体诉讼 这是我之前设计的资料 宋秋啊 我们现在已经代理了 试好酒店 这份资料就交给孙律师吧 主任 我的委托人是小玉 而且现在试好酒店 是再次违背了协议内容 宋秋啊 小玉现在已经拿到了 百万赔款 而且这个案子 对我们律所来说 也让我们赢得了好名声 这案子已经结案了 你做得很好啊 可是主任 小玉一个女孩子 现在在遭受网报 而且试好酒店不顾 嫌疑那种二次对她进行诋毁 她现在在网上 宋律师 小玉现在已经不是 我们的委托人了 我在跟主任说话 关你屁事啊 宋律师 你说话能不能尊重点人 搞得清楚主次 你是陈泰的职业律师 你没有权利去选择 谁是你的人 是不是你 穿荡市好酒店 给小玉放张罪 放开 你还想被停职吗 讲了 自修 把手松开 我一直都特别地看好你 在你来成泰之前 我为什么想把你挖过来 因为你年轻有为 案子办得好 而且你看你到了成泰以后 几个案子都办得很漂亮 对不对 你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的理智和理性的思维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跟 诗好酒店签订了长期协议 这个对我们律所是有好处的 你要及时地调整你的思维 明白了吗 律师的职责是什么 我不管你律师的职责是什么 律师应该为了委托 你现在是我常态的律师 律师常态的律师应该有底线 你给我闭嘴 闭嘴 我是老板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不要找一个反驳我的人 你如果有一天想做成一个大律师 你就必须要听我的话 听明白了吗 对不起 我刚才齐勋尔失控了点冲动 但是我真的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 你要明示礼 现在不是讲究公理公平的时候 你是我成态的律师 明白吗 这是一个餐厅的案子 我们现在代理列人餐厅 这个案子 你跟佳佳去弄吧 把这个案子办好 好好干 我自己看好你